简易的手作 以能够延缓失能失智 亦能促进学堂 邀请黄玉婷老师教导如何就地取材 简易手作种植造型调试 延缓失能失智 今天的手作教学就是快端午节了 然后帮他们做了一个漏种 子行做了漏种 然后这可以让长辈在社区的活动当中 可以促进他们的脑部 然后还有他们的眼睛协调 还有手部的韵律 然后自己可以完成自己一个想要的一个纸的漏种 然后每个人的作品都是自己个别化的一个 在地老化然后个别化的一个作品这样子 因为现在长辈2.0就是在促进在地老化的长者 然后让他们能够来到社区里面多多的活动 然后也能预防他们的失智 所以在中山新城这边的长者 有些其实你在目前看不到他是属于失智症的患者 可是他其实他是潜藏在里面的失智症患者 所以我们会让他进来这里 就是预防他们再延缓失智再下去这样子 透过检疫的手作课程 可以促进长辈的脑部与眼睛协调 以及手部的韵律 更加强美感的呈现 当长辈多多动手与动脑 延缓失智与失能 十方新闻 黄慧如简 玉林高雄采访报道